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真的是雙北市 臺北市跟新北市 所有通勤族的一大利多了 昨天臺北市長 柯文哲跟新北市長 朱立倫先生 共同推出 悠遊這個叫做無限 唱作做到飽的 這個月票方案 一千兩百八十塊 三十天內 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包括捷運 包括雙北市的公車 再包括前半小時的U-bike 愛怎麼做就怎麼做 做到飽吃到飽 算起來真的好 怎麼算呢 如果三十天呢 你去除以一百二 一千兩百八十塊除以三十呢 一天大概是多少呢 四十二塊 如果說你沒有天天做 你一個禮拜頂多做個五天 你用一個月二十二天來算的話呢 一天大概是多少呢 也不過是五十二塊出頭而已 換句話說我們先來看看這一張 這個是悠遊卡的 悠遊卡的票價 其實很多人住在新北市 來臺北市上班 譬如說你住桌子 住這個 我們來看看 住桌子 你如果住桌子 如果來我們公共電視上班 光一趟 這是悠遊卡有打折的喔 我們公司在東湖 在湖州嘛 不是東湖湖州啦 一座四十四塊 回去就八十八塊 更何況你還要再坐公車 雖然轉乘有優惠 坐的公車不一定直接到你家 你還可以坐個U-bike 這一趟來回呢 就至少八十八塊 換句話說你都不要算什麼 宿舍你如果沾水 要贏的 票價又怕死人了 你如果淡水 你要做到這個 做淡水 然後做到新店 這四十塊而已 五十二塊啦 淡水稻新店五十二塊 來回都不要算坐公車 就超過一百塊 換句話說 如果你用這種天天做 一個月才一千兩百八十塊的情形下 真的做得很密很勤的人 一個月可能要省到一千塊以上 所以對很多通勤族來說 總算這個雙北 共同推了一個振奮人心的事情 這真的是完全一件好事嗎 對很多通勤族來講 真的是一大利多 可是如果說你本來就騎乘客 你本來就開車 會改變你的交通習慣嗎 目前看起來好像這個衝擊不太大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這個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是在這種不景氣的情形下 給這些賺不多通勤族一個小確幸嗎 還是希望透過這種大眾運輸的政策 把那一些騎摩托車的開車的人呢 讓他們改變他的交通習慣 變成是搭乘公共運輸的系統 今天再從這一種所謂的無限創作 一千兩百八十塊做到保的這項新的政策 來去談一談 台灣整體的公共運輸體系 為什麼現在呢 還沒有達到我們期待的這個目標 來介紹今天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淡江大學運管系的教授 各位觀眾大家好 感謝再來是臺北市的市議員李慶豐 先生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不要老師天龍國觀點啦 其他縣市呢也是很重要 特別是高雄市高雄市議員吳亦正 吳議員你好 先生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這個我不知道該說 他那個比較在乎這個 這個這個錢 我是精打細算 精打細算 貪小便宜的 今天一大早 他就去辦這個做到保的月票 資深的財經記者 如燕麗 大家好 我是精打細算 OK 我沒有說什麼 你早上就去辦這個月票 我大概十一點的時候 我就去辦定期票 而且我還很疑惑的 再次跟這個捷運站的一些 這個服務人員 我就在上跟他們確認說 真的是每天從不停的地方搭 不停的地方下車 然後我可以搭不同的點嗎 那真的就是一個月一千兩百八嗎 因為我覺得實在太便宜了 然後這個捷運站的這個服務人員說 小姐是當然就是一千兩百八 我就立刻說我要加職立刻現在幫我加 那當然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自己的交通費本來就比較驚人 我一天至少是一百多塊 那換算下來我一個月捷運架公車大概就是三千多塊 那一千兩百八等於就是打六折的概念 在現在什麼都漲的年代 衛生紙也漲便當也漲 什麼都漲 我們通告費也沒漲 我們的講師費也一直被砍 所以你會覺得說 嗯不錯 有一個這個交通費 終於是讓大家比較省錢 甚至有一些優惠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當然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 你是怎麼坐的有載條 一個交通費兩千多塊 因為我要去錄影 我要去擔任講師 然後有時候還要進公司 所以我每天就是這樣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所以你主要就是捷運 捷運加工車 那可是如果真的時間很趕的話 我就會搭計程車 對 所以現在一千兩百八十塊 對你來講 至少省了一千塊以上 省了一千八百左右 其實是蠻大一筆金額的 我個人覺得 你沒有買十張了 買十張 賺更多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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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買一張 買十張是賠更多 因為他只能用一張而已 不過我們來看看 說實在對很多雙北市通勤族來講 這個政策真的有優惠 至少可以便宜一個幾十塊 幾百塊 甚至是一兩千塊以上 可是這個政策的目的 到底是什麼 是讓像如燕麗這種 其實經濟還過得去 不要說賺很多 還過得去 但是他省了一千多塊 他就覺得很開心 讓他有一個小確幸 大確幸 還是說呢 要把像我這種人 本來騎摩托車的 不要再騎摩托車的 變成公車主 可是對我這種 原本不使用 或不常使用 大眾運輸的人來講呢 這個政策有改變嗎 來看看 新北市長朱立倫搭乘捷運到大安森林公園站 台北市長柯文哲已在月台等候 兩個人一起刷卡走出捷運站 氣氛很融洽 因為雙北市合作推出三十天定期票 由他們來宣布票價 一張定期票 雙北人走跳正式啟動 一千兩百八十元三十天內 平均每天四十二元 不論是捷運還是公車 不限制次數隨你搭 還有U-Bike前三十分鐘免費 比先前曾規劃的兩千五百元 少了將近一半 實際試算 長程路線 從淡水搭到頂埔站 動物園站 使用悠遊卡單程就要五十二元 如果上班日二十二天計算 一個月就要兩千兩百八十八元 使用定期票將可以省下一千元 但如果是短程路線單程十六元 一個月只要七百零四元 這時候使用定期票就不划算 因此買不買定期票 通勤族必須先算一算 對於長程來說還蠻划算的 我應該不會買 我只有做 就是從台北火車站到這邊而已 事實上 這項定期票雙北市討論了兩年 補助金額至少九億元 我們是五點六對三點八 我們台北市還是多一點 不過你放心 你們慢慢會增加 因為你們的人口比我們多 所以未來幾年 應該新北市補貼的錢會開始上市 現在搭一二八零以上的 這百分之二十四 那表示很多人就是因為覺得 他的成本太高 所以他就不願意來搭 那我們就是希望最重要是吸引 現在沒有搭捷運 兩百一十萬人自搭乘公車 雙北市都希望用定期票 來提升大眾運輸的搭乘率 不過 定期票就是原有的悠遊卡 普通卡去設定 雖然限一人一卡使用 但難保不會出現共用的弊端 如何防範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目前正在演繹中 不過燕莉啊 你是今天去辦 明天就可以用了嗎 不行啦 我還特別又 對特別問一下那個 相關的一個服務人員 他們說四月十六號才可以開始申請 還要再一個月 四月十六號才可以開始用 然後今天可以 就可以開始去買定期票 還要再一個月 而且呢 如果說你那個月到期 你沒有用完的話 那就是你自己的一個損失了 就反正就是月票嘛 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你如果說用了兩天之後 你出國 那是你家的事 對那是你家的事 你也不能因此再多延期 申請延期的延期個幾天這樣 我們很快來看一下 這個政策到底是什麼啦 就是說從三月十三 我就怕你 就今天啊 你敢第一扳車呢 對啊 然後我還特別說服務 那個人員說 那來辦的是不是很多 他說其實蠻多的 所以就看這個政策 是很受到關注的 對 悠遊卡 任何形式的悠遊卡 像是普通卡 聯名卡 或是那種自動加值的這種卡 什麼卡 或是這個DEPIC卡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卡啦 總之 效期六十天以上的這些悠遊卡的類型 都可以 但是你沒有辦法在7-7處理 你一定要到那個捷運站 或者是說捷運站的售票加值機去操作 簽半小時不用簽 那公車跟捷運呢 愛怎麼搭 你如果無聊 一天從那個土城到淡水玩來回三次 也都可以啦 不過真的沒有這麼無聊的人 通勤者受惠呢 北捷單程最高是六十五塊 那悠遊卡再打八折是五十二塊 所以呢 如果用這種算法呢 一天 一個月可以省一千塊 還沒談公車的部分 所以會省更多 當然錢誰買單呢 雙北市的市庫買單 就是要邊預算嘛 那這樣子是不是符合公平正義呢 見仁見智 因為呢 包括說高雄市也有補貼嘛 包括台中 包括彰化 其實都有前幾公里免費的嘛 所以呢 雙北政府呢 接下來一年要貼九億四千萬 台北市要負擔五億六 新北市呢 要負擔三億八 未來幾年新北的錢會慢慢的增加 張老師 就推廣大眾運輸 是否此為德政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德政 主要是認為說 這是一個非常明確 明顯的一個政策買票 那這種票 這種這種買票 其實對於整個大眾運輸的市場的擴大 我覺得沒有太大的注意 因為錢未必花在刀口上面 這個政策到底他的政策目標是什麼 他說要減輕民眾的一個交通的負擔 你剛剛有提到說通行車受賄 但是這個是什麼 北捷單程最遠六十五塊錢來計算 但是現在北捷的平均的票價是二十五塊錢 是二十五塊錢 所以 所以這個這是個案 他是不是一個全部的一個通案 我覺得我非常的懷疑 所以到底民眾的交通負擔 目前整個現況是什麼 我覺得政府並 臺北市政府並沒有提出來 那麼接著說 這個交通的負擔 我們應不應該要降低 每一個人在選擇他的交通方式的時候 其實跟他的住家有關係 地租跟交通 其實會有一個反向的關係 當他會去選擇比較偏遠 花比較多的交通費 通常也意味著他可以節省一些 這個房租或房債的費用 對 但是當我們做了這樣的選擇的時候 政府透過一些其他的一個力量 來改變這個 我覺得這個並不適當 那麼要鼓勵大眾運輸 到底有哪些方案 除了這個方案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案 我們完全都看不出來 到底整個臺北市交通局 對於這件事情 到底有些什麼樣的看法 那方案的效益到底是多少 到底我們政府要負擔多少錢 他講政府要負擔九億啦 負擔九億的話 你看每一個月大概平均是七千八百萬 如果以他剛剛講的說 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 是大於一二八零 那我們可以講說兩百萬的百分之二十四 至少是一個收益的人口 應該要為五十萬 那五十萬除上七千八百萬除上五十萬的話 一個人補貼大概是一百五十塊錢 那一百五十塊錢的這樣的補貼 是一個正確 是一個有用的嘛 這是平均值啊 那如果事實上他效益比這個還大的話 那就意味著說我們的補貼的金額會比九億多還要多 那這個是不是政府應該要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直接請教議員啦 就市議員的角度 您是否支持柯B市長所推出這個月票制度 有原則上支持 但是他的成效必須如張教授提到過了 還要去評估 不過我先補充一下 剛剛提到補貼 大眾運輸的發展 大概離不開補貼 我來算一下台北市的情況 我們的運價補貼 三十三 我們的公車運價補貼 每年台北市政府要補貼二十億上下 我們捷運的這個使用悠遊卡的 要使用鼓勵交通票券嘛 打八值優惠 這要補貼大概也是二十億上下 轉成補貼要十二億上下 我們要購置低底盤的公車 因為對長者比較方便 每年要補貼兩億 換句話說大眾運輸也很難完全用錢啦 因為都在補貼 那到底值不值得 那當然就是看你的政策走向是 尊重多元的交通使用工具 是還是說你願意去鼓勵某一種 譬如說公車跟捷運 那麼現在的運量一年補貼九億當然是用 用目前的成量來估計啦 那有沒有其他的配套 我也贊成張老師提的 可能可以考慮其他配套 但是沒有辦法一朝見效 譬如說有人會幻想說那我是不是在發展Uber 我來發展無人車 我來發展這個電動車 我就可以解決都市的這個交通問題 甚至那個Tesla的執行長 Elon Musk他還要打地下隧道 把人車一起用高速兩百公里來弄 可是這樣的方式多元的方式 都可以去嘗試創意無限 但是捷運就在那裡 最好是提高他的使用力 所以現在的政策效益有兩個 是一個可能就是大便車 像也許或者是假設我跟燕麗 可能我們本來的交通使用費多一點 那我現在一二八零就省了一些錢 可是我們本來就是使用者 我們本來就是捷運的使用者 或公車的使用者 可是另外一個消息是希望 剛剛信聰你提到過了 那個騎機車的朋友 開車的朋友又不願意放棄 我覺得基本上可能對中長途的通勤者來講 如果他的工作形態是比較單純的話 是有誘因的 我自己本來是騎摩托車啦 我騎得剛才騎得很久的跟信聰一樣 那我現在也是會多元搭配 那現在市政府這個做法 我也承認第四年選舉年 推這個時機點 這個時機敏感 政策買票一律 一定是有 不過我會建議雙北市政府 在四月十六號上路之後 辦理要做一個檢核 做一個查核 就他KPI 他達到政策效果達到了沒有 是搭片車的比較多 是那吸引那個轉乘 從改變交通工具的人的數量有多少 再來做進一步的評估 因為是要錢的 因為每年都要補貼 確實是要錢的 這個也是所有市民都必須看說 你要享受這個利多是要花錢 我再問清楚一點 就是說秦鵬雄就是說 或許我們用你我跟燕利 來做一個例子 我呢是比較少做大眾運輸 就純粹騎摩托車 因為實在太方便 你現在已經在做大眾運輸 可是你的使用量 可能沒有到一個月一千三以上 燕利的使用量呢 是一個月可能將近快三千 所以第一個 他是直接優惠 也就是他的成本馬上會下降一千塊以上 那當然這種人馬上會被照顧到 這種人如果他是經濟弱勢的 這政策當然該推 那我們現在來檢討說 你或者是我 你會不會因為這個政策 而更大量的去使用大眾運輸捷運或公車 這樣子有意義嗎 我會不會因為這個政策 而放棄我的摩托車 來去搭乘捷運或公車 這樣子有意義嗎 這三種人的KPI 在這個政策 我們到底要達成什麼目的 就我自己來講 可能沒有到達那個critical point 就是說可能加快增加這樣子 不過我比較看重的是 現在還不知道有沒有成效 也是張老師質疑的 就是我覺得是中長圖 我來點出一個問題 因為臺北市常常塞車 尤其是尖峰時段 這個塞車對這個都市的效率是不好的 那對生活是衝擊的 那你現在怎麼辦 你臺北市不喜歡塞車 那新北市市民 有多少市民進來臺北 你知道嗎 通勤的情況來講 新北市民進來臺北市是 百分之三十五點一 那基隆當然有百分之十八點九 桃園市也有 不過因為這次又會只有新北 所以我們就討論新北 新北市民進入臺北市 以通勤的情況來講 他在心 對不起 在臺北市進入的情況是三十五趴 那你會希望說你進來 盡量不要開車 盡量不要開車 不然你用路面積交通衝擊會大 科匹更多厲害 他就頭痛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如果可以 當然我們不知道有沒有成效 可以一個月半年 他可以增加五千一萬的同情人口 是這樣子 這個是值得的 等於是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補貼 來降低 OK 降低 我在用我們這一組的同事為例 之前我們有一個同事住淡水 每天喔 淡水你總是要坐捷運嘛 從淡水然後到湖州來 不好意思他騎摩托車 他寧願騎摩托車 然後我有一個同事住板橋 從板橋每天坐捷運 來這邊上班 然後晚上再回去 我還有一個同事呢 大概是住在永安市場 或景安站這邊 他也是坐捷運 我想問的是說 這個政策 第一個對這兩個 本來做捷運 他一定有被照顧到 薪水不高 這個是對的 這是好的 照顧厭力大概就有一點受不過去 我都繳稅喔 對對對對對 好 瞭解 但這一個人呢 可不可以讓他說 不要這樣風吹 再打這樣 騎摩托車 能不能讓他放棄他騎摩托車的動因 這個先hold住 我先請教一下吳議員 高雄市的市民也會想說 奇怪的人雙北可以有這個優惠月票 高雄該不該推 要不要推 我們是有推啦 但是沒有那麼優惠啦 就現在是之前的三個月 冬天不要三個月 那個是抗空那是臨時啦 但是現在就推一個一千六一班 那學生一千四 那這個是有推 那因為剛推開始 然後效果 這只有四五千人 我們大眾運輸使用率只有六趴 不像台北 所以在談這個問題 其實剛剛教授提提的 說政策性買票 對我們作為一個民意代表 作為一個在野黨 對一個推重大眾運輸的支持者 我們常常誘引那個執政者 政策買票 拜託你政策買票 誘引他 因為他們想要 拜託你多買票 他們想要政策買票 可是對大眾運輸來講 他是大方向是對的 是 你沒有這樣不想來 你不會做什麼事情 那我現在講四個 以臺北來講 你知道這麼多臺灣線 你剛剛講的 花多少錢知道嗎 一兆兩千多億 嗯 我們就生產來講 經濟學 對 生產 我的固定成本 一兆兩千億在那邊 我的生產 你現在說兩百萬人做 你看這些設備 四百萬人做也沒問題 他的生產剩餘 我可以生產 可以產生這麼多的一個 一個消費者 可是並沒有人去消費 所以說如果從攤體 如果投資所謂的補貼九點多億 他產生的運量 增加的那個所謂邊際效用 是不是可以再馬上把這個 攤體你的那個 所謂的固定成本 你所投資 你已經花掉了嘛 你花掉了 你花掉了 如果你多投資一邊 MR多一點 MC多一點 MR再多 一直在 一直在到MC等於 MR總效益才是最高 是 所以說這是我們希望說 第一個我們支持 這樣的一個方向 一個 一個 往這個方向去走 第二個 大家在談很多個別的 個別經濟 個別在思考你這個 剛剛教授還有 還有議員都提到 非常好 第一個 你知道嗎 你們台北啊 你們人比我們多嘛 車比我們多嘛 你一天中心你怎麼幾個人 兩萬人 我們高雄啊 一年了 一年了 你們受傷的車禍時候 兩萬人 我們七萬人 台中多少 七萬人 每一年喔 每一年 每一年 你看受傷的成本 是多少 是 整個台灣來講 我們的車禍的死亡 這三千多人 每一年的大學生死亡 兩百人 大學 都是因為騎機車的關係 百分之八十五 騎機車 為什麼騎機車 大眾運輸做得不夠好 但前提 當然有包括有些地方 不方便啦 其他因素 大部分跟大眾運輸的 是成正比的 那所以說 你像日本 也是一年十三千人 三千多 跟我們台灣一樣 我們台灣是兩千三百萬多人口 他是一億兩千多人口 所以說第一個 從我們生產 我們的整個車禍的外部成本 大概四千五百億 每一年 每一年 我講的是每一年 不是累計 每一年都要四千五百億的外部成本 所謂的所謂車禍造成的 所謂勞健保 生產率的降低 第二個 剛剛講的空污 造成的空污的問題 第三個 剛剛議員有提到空間 你台北市 你有多久 你要去多少條路 你該有方向嗎 沒路給你去啦 所以說你整個 進來大台北的 不管是 其實不管新北 包括基隆 桃園 其實他是整體在思考 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 所以說 這樣回過頭來 這個九億多 反而是一個 從真理來講 邊際效能是非常高的 就個別 當然你說個別 會不會好 剛剛講的二十四趴 不只是二十四趴 以後 就剛剛講 要誘引那些所謂的七七車 原來開七七車 是不是還能夠再增加 多一趴 多三趴 多五趴 你要算那個 剛剛議員跟教授 那個可能要三個月 半年 一年 你再去圍 現在大數據 很好抓 那吳議員我請教你 剛剛我們看這個是 台北市 就是很密密麻麻 說實在是很方便 但是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 高雄捷運 就是兩條十字線 現在有綠色這個輕軌 所以高雄大眾運輸 之所以還沒有達到普及的 這個理想目標 是因為沒有推這個好的優惠方案 是因為票價太高 還是是因為路線太少 還是其他的原因 第一個路網 第一個路網 你沒有路網 你那個價格 彈性 價格彈性不容易 也產生不錯 你那個基本路網沒有建構起來 根本都沒有 跟你們台北一樣 台北以前就有兩條線的時候 也還是沒有一條 也不要講兩條 是第三條緊緻線 開始慢慢才成長 所以說我們這個環狀 當然我們有人說 輕軌會佔用路面 可是整體來講 長期來講 你要不斷地再投資 當然我們現在投資 可能你沒有一個基本路網 我說你沒有花這個一百多次 你這一千八百億花 你後面沒有再累積到一個基本的路網 你大眾運輸 是沒有辦法產生一個效用 當然大眾運輸也不只軌道 你可以包括公共車的配套 其他的分享交通工具 那個都是可以逐步 可以都有幫忙 但是這個路網 所以說我們那個黃線 當然很多人這是八千八百億 很多在野黨罵那個執政黨 雖然我們在野黨 可是我們支持大眾運輸 你這個沒有基本路網 你根本就 什麼都不用談 什麼都不用談 所以對高雄來講 也不需要去跟什麼雙北市 這個優惠月票 重點是在於更多的路網的建立 而不是優惠方案 對一個一個基本路網 當然優惠方案還是很重要 那我再請教一下張老師 或者是那個議員 然後李議員 那高雄的問題是在路網 不夠普及 不夠所謂的遍布 臺北的路網夠多了吧 那所以臺北大眾運輸的問題是什麼 是票價太貴嗎 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張老師 我不認為 我不認為是說是票價太貴了 所以我才剛剛講說 就這個這個政策 到底能夠吸引他的這個乘客 到底有多少 臺北的問題應該是在 對於私人運居的管理 不夠落實了 對私人運居的管理不夠落實 對私人運居的管理不夠落實 那這個落實就是說 比如說汽機車他的一個停車 是不是所有都能夠 只要是弄到公共的資源 路邊停車都會 都需要停車 我們對於機車的停車的收費 是不是能夠落實 對於汽車停車收費 是不是能夠落實 那我剛剛覺得說政策 為什麼是一個政策買票 這個政策跟科P科市場過去所落 所結租的所謂使用者付費 他在U-Bike三十分鐘要收五塊錢 或者是說很多的這個巷道的停車 要開始收費 那在很多人認為 這是一個正確的這種價值上面的導引 但是在這個政策上面 他是還了背道而馳 那剛剛可能很多人認為說 對大於大眾因素來講 好像我們都是應該是去做政策的買票 但是在政策買票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普遍性 我們做滴滴版的公車 我們做票價的一個價差的補貼 事實上是有普遍性 但是就這個政策來講 他沒有普遍性 而且他也沒有排富的條款 像剛剛燕利講的 燕利活動那麼多 但是活動多 他似乎象徵的薪水也多 但他還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優惠 因為我有繳稅啊 我是好國民 繳稅的人很多 我也繳稅 我如果也拿到這樣一個優惠 我都覺得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負擔得起 那我覺得這個政策不應該是這樣 也就是說大眾運輸 其實我們的資源已經相對的比較少了 所以更應該把這個錢花在稻口上面 不過我也許等一下 我很強調說政策的一個 政策的一個評估 是 在這樣一個政策 但是我看不到任何那個評估 我不曉得說那個慶豐大哥 這個建議可不可行 就是說 確實對通勤族來講 他或許對他有一些鼓勵優惠 這是合情合理 但是不是需要這種亂槍打鳥式的 你只要買了一二八零 就隨便你做 然後你六日呢 還可以心情好的話呢 就做到淡水再做回來 但你可不可以有一個想法是說 如果你是通勤 你就是一個禮拜至少是四天五天 定點的起點 定點的終點來回 那因為我們都是UO卡 所以他是電子票證 他很清楚你怎麼做到哪裡 譬如說淡水的我這個同事 他如果每天早上九點鐘從淡水出發 然後呢大概是那個十點多呢到湖州 晚上呢九點多呢從湖州回淡水 這種人我就給你六折五折四折 我如果是定點的 譬如說我是在南京商民住在這邊 我每天都要去新店上班 然後晚上回來這種人 我給你六折五折 他豈不是更加鼓勵更加直接 讓更多通勤的人去投入這個大眾元素 我同意信聰提的是張老師提到過 可能現在目前這一個吃到飽的這個方案 就是因為他是無差別啦 因為這是無差別的補助嘛 任何人都可以申請 所以當然沒有排富 所以是不是錢用在刀口上 那是不是可以更細緻修正成信中的這個方案 如果是鼓勵定點通勤 長距離通勤 如果能夠那麼細緻當然是最好 但是先確立一個原則就是說 基本上私人運氣是必須要好好管理 沒有錯 那這個有推力跟拉力嘛 我們希望說私人運氣的減少 是可以被管理的 然後可以減少 然後可以把人拉到公共運輸裡面去 所以現在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那個搭便車的freerider這個部分 就是說其實你都不需要用這個珍貴的資源嘛 可是用到你身上去 這個確實也是值得大家去寫資 那我只是提出說 我們要關注的那一個績效指標 是你有沒有吸引到應該投入的人 那有沒有降低到這個環境的衝擊 因為我有一點點 一小部分跟張老師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因為那個衝擊也是無差別的 就那個塞車那個沒有效率 那個空氣品其實也是無差別 所以如果可以因為這個補貼而降低衝擊 其實它的benefit也是無差別的 所以這裡還是可以去減少搭便車的效益 那可不可以細緻修正成說 我目標很明確 我補貼的人的對象 他很明確就是轉換交通工具 可以進一步設計啦 現在這個沒有設計 對於這種放棄私人運具 改搭大眾運輸的人 他會另外一個在意點 這個政策可以持續多久 也就是說 那個四月開始你可以吃到飽嘛 四月五月大概今年都沒問題 明年可不可以 那就牽涉到市議會 要不要去砍這個預算 市議會憑什麼決定要砍不砍 市議會的標準KPI是什麼 預算邊來說像這種 如果市民都受惠 他可能是搭便車 那議員可能會有壓力啊 這畢竟是福利 你有沒有砍我 一般很香 所以你要看是說 大眾運輸人口有沒有增加 對所以其實真的還是要有 績效指標啦 還是要有 那現在是沒有預算的 因為今年度預算早上去年審過了 那因為是公司在營運 今天公司在營運 他可能到處要清算 跟市府今天再把錢還給他 但是因為今年年底還是要審預算啊 現在三月到了九月還是要審預算 那審預算說剛好半年 剛好大概四五個月 所以相信學者傳家媒體跟議會 都要想要看說 那你這半年五個月嘛 成效是什麼 成效是什麼 那這個會考驗啦 這個要專業 我承認要專業 到時候張老師在 在給我們資料一下 這個錢從哪裡來 到底你現在做預算也沒有 那捷運公司要付 還公車公司 公車業者也要付啊 對對對 那他們 他們為什麼要付 你來喊出說 那個吃到飽的 然後叫我來買單 我也會啊 這種事情我不會啊 我們常常很多政策性的那個 是 不應該 不應該是這樣子 不過我們來看看 就是說不管是 對柯文哲或朱立倫 他推這個政策 背後的策略是什麼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呢 現在台北市公共運輸 只有四十二趴 那為什麼大家不做呢 那就比較貴嘛 比較麻煩 比較貴是相對啦 你開車當然是 那個大眾運輸便宜很多 可是騎摩托車 大眾運輸就貴了 譬如說我家住那個 南京三明那邊嘛 我騎摩托車 我成本真的超低 你知道嗎 而且我大概是十五分 慢慢騎 可以從我住家 我下樓梯 發動摩托車 到進我辦公室十五分鐘 我如果改坐馬數 最久一點點 因為我那個中久 會繞來繞去的 所以對我來講 又便宜又省時間 更不用走路 所以越來越胖啦 但是呢 就是因為所謂的貴 麻煩大家不去做公共運輸 這一次呢 台北市要把公車捷運 U-bike全部整合 希望能夠提高公共運輸的使用量 這是第一步 之後台北市的公車路線要大調整 再來推動接駁公車 還有呢 最後一里路 要用U-bike或者是步行 來去處理它 朱立倫說 現在新北市呢 大眾運輸只有三十三到三十四趴 希望可以達到四成以上 現在呢 兩百萬人在搭捷運 以後呢希望這個公車跟捷運的數字 都可以再增加 不過交通大學運管系的副教授 黃台生說呢 你要鼓勵大家做大眾運輸 不一定要壓低這個定期票價 這不是唯一的方法啦 那你可以有其他的 譬如說搭乘這種運輸的接駁方式 或是其他的配套方式 譬如說專車鼓勵民眾假日外出 等等的 譬如說我要去沾水啦 要去什麼山枝啦 對不一定要開車啦 就可以做大眾運輸 羅孝賢之前也是台北市的交通局長呢 他說可以試這一次的政策 最後再來看看後續怎麼檢討 或許當大家搭乘的意願 數據都提高之後 捷運還可以再降價 我們來看看很重要 其實不只是台北市新北市 包括台中包括高雄 所有的都會區都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私人載具特別是摩托車太多 車禍太多社會成本太高的問題 台灣機車密度是全球數一數二 去年全國機車的數量 更從前年的一千三百六十六萬輛 增加到一千三百七十五萬輛 為什麼機車如此盛行 平常以機車代步的葉先生這麼說 除了省錢機動性還很高 不用遷就公車時間或捷運路線 這也成為政府推動大眾運輸的一大阻礙 像是去年年底高雄市為了減少空屋 啟動免費大眾運輸措施 只要使用電子票證搭公車客運和輕軌都免費 捷運平日上下班 尖鋒時間也免費 但機車族不一定接受 昨天雙北聯合宣布 只要一二八零元三十天內 不論是捷運或公車 不限次數隨你搭 還有U-bike前三十分鐘免費 鼓勵大眾搭乘公共運輸 但這是否會讓機車族改達公車或捷運 有學者認為如果機車族 每月只要一千元的油錢 一二八零元的月票明顯誘因不夠 此外去年交通部有一項調查顯示 高達七成一的機車族表示 不論政府實施何種管理措施 都不會改達公共運輸 看來要機車族改變交通習慣 恐怕相當困難 不過我們來看看交通部 兩年一次做的交通調查 恐怕會讓柯市長跟朱市長 有一點點擔心 而且可能會失望 我們來看看 在民國一百零五年做的機車調查 這是兩年調查一次 全臺灣現在有登記有案的是 一千三百六十六萬八千多輛的摩托車 包括輕重型 其中百分之二點八就是三十八萬輛 都沒有在營 超過三個月都沒有在發動 有可能是丟掉了 有可能是怎麼樣的 有可能是那個就是放著不用 那用摩托車最主要要幹嘛 通勤通學 上學上班 六成的人都是為了通勤通學而騎摩托車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 就是購物去買東西 去菜市場 去買一個東西去打亂發 其他不到一成的 像是載小孩或其他原因 所以最主要通勤通學去買東西 再來呢 那為什麼要騎摩托車來通勤通學呢 機動性高嘛 我到這個點 我還可以去另外一個點 點跟點之間 讓我可以有非常高的機動性 所以我騎摩托車高達百分之五十四 縮短時間高達兩成 那再來是因為公共運輸公車捷運 就不方便嘛 這個大概是百分之十二點二 好那接下來這是關鍵的問題 那接下來三年你會不會考慮 不要再騎摩托車了 你就坐公車坐捷運呢 只有十六點五趴的人說 會我會考慮 會不會做的是另外一回事 我會考慮 然後呢高達八成三人說 我打死都不會想 我就是繼續騎摩托車 但另外一個關鍵是說 那這個數字理論上應該要改善 相較起一百零三年的交通部的調查 會考慮完全使用公共運輸的人呢 還下降了百分之零點八 也就是意願更降低了 堅持呢要騎摩托車的人呢 還反而提高了百分之零點八 某種程度你也許說 我們大眾運輸呢 其實並沒有成功 這樣的解讀是對的 再來呢這個是最重要的 高達七成以上的使用 說歐巴巴的人 他說不管你政府怎麼做 你怎麼管我啦 什麼那個摩托車要停車收費啦 或是要限制路程數量或什麼 不管你政府做再多 怎麼管 我都不會放棄摩托車 改用公共運輸 七成以上打死的這種摩托車 中間的愛護者 只有兩成八的民眾說 如果政府提供更完善更便利的公共運輸服務 我或許會放棄摩托車改大大眾運輸 再用高雄的例子 高雄可能是在推動上更為艱困的一個城市 該怎麼做 如果面對這個數據的話 第一個說高雄現在這次說這兩條線一個輕軌 那後來這幾年還有一個黃線嘛 是 但是再預期就預期不到可能再擴張路網 那不管是現在已經很比較 還是你們至少使用率四成 已經算接近國際級的城市 國際級差不多百分之五十以上 這標準 那台北應該理論長做得到 你現在的容量可以 第二個高雄是不可能 這依我們現在的一個路網 我們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公車 剛剛講的公車的改善 班次的密度調度 這個是一個基本要短時間 讓把路網補充起來 可是我覺得最有效的 其實剛剛講的七成的人 不願放棄機車 他太方便了 我覺得要如果要回應這個問題 最快的方法就是現在台北 跟高雄為了這個台灣 為了這個All Bike Floating的這種公共腳踏車 就有別的固定裝的 其實真的要推動的是這一類的 而且還不只腳踏車 電動摩托車 電動腳踏車 甚至電動小汽車 電動汽車 共享的 你真的需要 大眾於是到不了的 或者你需要機動性的時候 你就自己不一定要買 或者說除非你真的是 那一 真的需要 你就幫你買 其實他可以透過這種 所謂的分享交通工具 把這個一千多輛的摩托車 你可能可以降到十分之一 五分之一 你的 那這些由分享交通工具來提供 像我們那個 我常舉我們高雄有個軟中和醫院 後面一條街 不是停一台摩托車 那不是沒有停摩托車的喔 自動上班就是一排 兩排不夠 三排四排 人從中間走 這些摩托車停一整天 其實他就是所謂通勤啊 但是他要從他家到上班的地方 可能沒有其他的大眾醫所 大眾醫所不方便 他騎摩托車方便 可是你佔用剛剛議員所講 佔用很多的路面 那所以說我講的是說 如果你一時間 如果大眾醫所要 像台北這樣 你要你花了二十年 花了一兆多 在高雄 我想其他城市都到 沒有辦法這樣的一個經濟規 預算規模來實踐喔 所以說不管是 以向台北的程度 或者像高雄台中其他都會 我覺得就是 這個時間就是用所謂的 分享交通工具 馬上把它補上來 這樣第一個可以大量 讓這些所謂的私人運具的 數量可以降低 大家習慣還習慣 我一時沒有辦法完全跟你改變 因為我剛剛講的二十幾趴 我還沒有辦法服務你嘛 這些大眾醫所沒有服務你 我就用floating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floating現在 無裝飾的很方便 現在機動的管理 我車要放哪裡 當然要規範啦 不是亂停啦 可以停車的地方要放哪裡 但是車放哪裡 都可以透過GPS找到 是 甚至於你的那個GPS 我還可以管理你的那個 比如說要充電的話 你不是每個地方都可以充電嗎 你一般就是一個價格 你把我停在有充電的 我就給你打折 甚至於免費 自動就產生一種管理機制 這個是在 我想歐洲已經做的 已經這個部分 有很多成就的一個參考 那我們呢 我們就是摩托車多嘛 那我們就做電動摩托車嘛 所以上Gogoro 所以說我根本很反對 所謂的行政院長說要補貼 私人去買Gogoro這個政策 你不是說不可以 那個優先順利在後面 是應該要補貼所謂的分享 補貼公共的電動摩托車 對 你要Gogoro啊 你要什麼哪一台WiMoto啊什麼 現在好多 台灣有很多創新的 這個是創新的模式 解決台灣的問題 而且可以外銷的 這個這個模式 因為大家想要是從里昂過來嘛 我們是可以把我們的摩托車出去 可是電動 而且第二個很重要很重要 第一個我們剛剛減量 可以減量嘛 第二個減污電動 那可以減量 第三個我們可以相對減速 其實摩托車我幫你騎 像我們這樣開車在高雄開車 我們高雄一定比台北好開嘛 一整天開下來啊 平均時速二十五公里 開開田田開開田田嘛 所以你摩托車啦 電動電動的這種租車 你把他限速六十公里 像摩托車限速五十公里 都綽綽油 不然你試試看你一天 如果五十公里頂多 多個三分鐘啦 你從家裡來頂多個三分鐘 限速 否則你現在勾勾 他強調什麼 很流行很sexy非常好 很有設計感 可是一百二十公里 非常 我沒有比那個一般 一百二十公里 坦白講我們最擔心的 就是那一百二十公里 那個車禍率很高 的傷害率最高是在這裡 所以說我們一方面也 沒辦法一時改變 所謂的一般的 搭齊摩托車的方便性 那我們怎麼提供這個 更方便的所謂的 分享的交通網路車 不過這件事情 因為今年要選舉啦 我相信不管是台北市 特別是高雄市 或其他縣市 這個交通建設 一定是重要的政見 到底對高雄來講 是應該追求像台北市 這種密密麻麻的 不好意思 我導播再讓我看一下 那個台北市這種 密密麻麻的路網 應該要實現在高雄 現在只有兩條 再加條綠的以後 可能有黃的 是高雄追求那種 密密麻麻的路網 還是要改變思維方式 去讓所謂的共享運聚 可以更快速的去讓大家選擇 公共運輸 這是高雄未來的一個重要選擇 那台北的公共運輸 到底困難在哪裡 該做什麼 金鋒秀 高雄也一樣 台北一樣 只是情境不一樣 我是很支持議員提到過 剛剛張老師也提到過 我們說多元的使用方式 剛提到共享的運聚 從單車 從電動機車 甚至從電動的汽車 現在各個縣市政府 都面臨了 這一個應用服務的衝擊 所以像議會裡面 大概都有類似的共享運聚的自治條例 在進行立法 很多的城市議會都在進行 那這個你擋不住 但是我不認為 他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進行典範的轉移 說這個軌道建設都不用做 都沒有需要 然後完全使用這個應用服務 就可以去檢註它 在高雄或許現在的這個軌道建設 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夠跟上來 不管是經費時間 都是很大的問題 而且它建設的時間 也拉比較長 所以或許在 共享運聚上面的成長空間 會大一點 像台北市啊 你看就 爭議就兩極 即使 即使吳議員你認為說 應該發展這個 但台北市 有人都覺得我就很方便啊 張老師對不對 我就很方便了 我U-Bike就很方便了 所以每一個城市 它可能發展的處境 不太一樣 所以我認為 台北市的部分 我認同張老師提的 私人運聚的管理 公共運輸的成長 那麼那個微調或許可以更細緻 或許不應該差 無差別的 但是可能跟高雄市 內容 處境不太一樣 是 不過我們來看看 其實不管是台北市或高雄或新北 很重要 嫌大眾運輸不夠方便 然後認為騎摩托車很重要 很方便 很激動的原因 就是最後一旅路 我從第一旅路到最後一旅路 我摩托車全部都可以滿足我的需求 但是我如果坐公車 我可能要走個十分鐘 然後去坐公車 然後再去換捷運 捷運到了那個目的地呢 可能還要再換公車 公車要到我第二個目的地呢 恐怕還要再走一大段路 所以這時候大家選擇摩托車 我們來看看 一樣是交通部的 這一個一百零五年的調查 為什麼你要騎摩托車呢 機動性高可以進行其他點的活動 佔百分之五十四 那可以縮短時間高達兩成 那搭乘公車啦或是捷運 就很不方便 這個是一成二 然後呢比較便宜 或是停車方便等等的這些因素 這個因素可不可以被改變 或是說讓大家覺得說騎摩托車 其實沒那麼方便 這恐怕是台北市很重要的 讓騎摩托車的成本可以稍微高一點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政策思維 我們來看看另外一個調查 那什麼什麼措施可以讓機車族 放棄他的摩托車 改搭公車捷運呢 政府提供更好更便利更完善的運輸服務 相較其他的選項 他至少是七倍以上的這個重要性 油貴的時候你當然就放棄了 那或者是說這個路段不能騎摩托車 或者是說機車停車要收費 這個恐怕是最敏感 但看起來好像也是最有效的這個政策 之前台北市交通局長中慧瑜 他做了兩件事情 一則是那個巷道內 本來免費沒有格子的 就給他畫格子 要收費 是 他有第二個更極端的想法 全台北市的機車要畫停車格 通通收費 張老師你贊成 我支持 我覺得是說 其實我對 我很多人可能覺得說 好像我對計車有 但是我其實在所有交通學者 我認為我對計車其實是比較友善的 我認為交通工具是中立的 就像我不會認為說 信聰你從你從家裡到這裡 一定要去搭交通工具 每一個人有他每一個人的情況 他可能在他的這個選擇裡面 做最好的一個選擇 但是當你做了這樣一個選擇的時候 你的代價你也要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你只要使用到公共的這個空間去停車 不管是小汽車 汽車當然要停車要收費 你機車停車也要收費 那我們同樣的 你提供政府提供很多的這個 這個小汽車的一個停車位的一個 一個建造 那機車的停車位的建造在哪裡 沒有耶 他現在就是說 你就隨便在路邊停而已 那我們為什麼 我們他們也有納稅耶 那為什麼不給他一個真正的停車 給他停車位 給他停車位 然後給他收費 這才是公平的對待所有的印距 那所以我對於剛剛講的 交通工具是重力的 並不是因為他名字叫做公車 他名字叫做捷燃 他就是一個捷燃減碳 如果他沒有達到足夠的音量 如果這個履次的密度 不夠高的時候 我覺得不需要 就私人印距就好了 嗯哼 這是不同縣市在推動大眾運輸 可能會有不同的策略 對 但這個恐怕 如果你一推 要機車收費的話 說實在 上到市長 下到議員 再到里長 通通可能會選不上 我們來看看 除了台北市之外 各縣市的交通運輸 都有不同的問題 包括台北市在講說 最後一里路怎麼解決 可是更多的縣市是說 我連第一里路 基本的大眾運輸 通通都沒有 全國各縣市公共運輸 市占率比一比 在捷運和公車 比較健全的台北市 一百零五年 比率高達四成二 但是越往南走 比率越低 像是六都之一的台中市 只有一成二 目前呢 不只是說二十公里 甚至我們可能完全免費 這個都是在規劃中 為了增加大眾運輸的使用率 去年年底林佳龍喊出 免費公車要從十公里延長到二十公里 但是現行免費十公里的優惠 上路兩年多 使用率只有一成 未來如果擴大二十公里 是否能夠增加使用率 有學者指出 拉長免費公里數不會是誘因 還是要克服站牌到住家的最後一里路 除了台中 雙北和高雄也紛紛寄出 優惠票價 希望可以增加大眾運輸的使用率 但對於汽機車族來說 價格可能不是唯一考量 誠如學者所說 相關方案如果沒有考慮到最後一里路 恐怕很難讓汽機車族改變交通習慣 不過葉莉請你回到財經記者的角度 就是要推動大眾運輸 難道只能靠補貼 靠票價優惠 靠所謂的特別殺的這個超級定期方案嗎 對 當然就是說 你有一些相關優惠的話 大家會特別有感 因為畢竟這是最直接的 那以這次這個雙北推出 這樣的一個吃到飽的概念 為什麼我們搭監運的人 就是比較重度使用者都會覺得好 就是因為台灣人超愛吃到飽的嘛 我們就看一下平常 如果你臨時要訂明後天的這個 就是吃到飽餐廳的話 其實真的比較熱門的餐廳 都是一味難求 所以買票的嫌疑 當然是有的齁 那只是說 大家就是會一直討論說 他真不真 能不能夠真的吸引到所謂的一個機車主 然後改變這樣的一個方式 改搭大眾捷運系統 其實考量點很多 但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其實最主要的一個點 還是在所謂的一個習慣性 我以前也是搭機車的 就是騎機車 那我一直就是工作前八年 全部都是騎手 後來是因為八瓜念大學期間 工作的八年 總共出了五次車禍 其實在雙北騎機車 其實我個人覺得變路況蠻複雜的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我們自己騎車都很小心 可是一下雨會幹嘛 其實視線就變差了 所以我真的是因為就是出車禍之後 我就改搭捷運 那確實搭捷運比較浪費時間 就是說我舉個例子 我有個同事 他也是家裡 住我們家附近 然後他也是在內湖上班 那每一次來回搭捷運轉公車 他說一趟要一個小時 所以呢你上下班兩個小時 他就覺得時間上面好像 少了很多的時間 他寧可拿這些時間去工作 那更不要說 車禍油錢比較省 因為你來回至少就八十塊錢以上 他又覺得八十塊 我又可以加一個禮拜的油 所以對他們來說 對這些長長騎機車的人來說 就會覺得時間成本沒有占到便宜 然後呢這個票價的部分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負擔 所以除非你讓這些機車族 這兩種方式都有改 就是說時間的部分 也許可以給他們另外一種 這個生活習慣的一個改變 我的意思說 比如說像我自己 從騎機車變成搭捷運轉公車 我覺得剛開始我也不能接受 可是後來呢我發現在捷運上面 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可以看資料 我可以講電話 我可以回來 其實我可以處理的事情很多 我倒是沒有打瞌睡 因為工作真的很忙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 每個人生活習慣的不一樣 那反而就是說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 我們可以去思考的是說 這次的方案 我其實蠻建議雙北政府 就是針對一些 大家常去的那幾個 就是進出的捷運站 你可以多一些相關的活動 然後設計出這些活動 你可以吸引大家更長搭捷運 帶動周邊的一些觀光 或者是刺激消費 比如說最近中正經驗堂的櫻花草 超美的啊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 你就推出一個 一年十二個月的賞花路線 不同的季節 不同的雙北的捷運站附近 都有賞花的景點啊 像我這一陣子 比較喜歡去中山地下街 那個逛逛書店啊 然後看人家跳舞 其實還蠻舒服的 就是活動要更多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 吳議員 你對於這種所謂的機車成本的增加 讓大家不要選擇機車作為最後一里路 這個方向 高雄該推嗎 支持嗎 我們高雄一開始有推 那所有的議員都被拜託 被商圈拜託 禁止 不要再推 但是 但我支持 所以說 其實基本的方向 其實教授提的 那個邏輯就是 一方面我們有什麼拉力 還有推力的問題 就所謂的 私人運 運據不是討厭 要它中心化 問題它的成本 是不是沒有被計算 那實在有很多人像中局長 其實他做的都是對的事情 而且他事後你長久看 才看得出來 短時間內 你現在不用錢 你根本就沒人聽話 不用錢 不好意思 你說個二十塊 有位置 流動性出來了 流動性出來了 我想這是第一個 長期是對的 那第二個 我覺得我們像我們政治任務 應該是說 民意代表要面對選票 對的責任是把教授 或者是理論是對的事情 這些價值對的事情 告訴選民 告訴選民以外 中間在轉換的過程 要有一點技巧 我比如說 我提高你停車收費 好機車我全面收費 但是馬上回饋你 坐車不要錢 不是坐車不要 抵那個可以做大眾運輸 那也不錯 一方面我提高你的外部成本 對 可是政府不是要 拿來用 也是給你用 你去轉移要做大眾運輸 讓你比較安全 讓你的小孩子做也沒關係 我覺得那個是有點技巧 那一點政治技巧 可是邏輯跟價值 就是教授所講的 中局長那個推的 是對的 要往那個方向 但是中間 所以說有時候 我們要誘引那個執政者 讓他們感覺有賺到他選票 其實我們是要往那個方向來走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 這是我們的工作 清風兄你怎麼建議 更細緻一點 我同意更細緻一點 就是拉力推力是相當的 就是說你不是都是搭便車 然後是降低負擔沒錯 可是其實你不需要去降低這個負擔 效益不大 只是終究還是這樣子 無論如何 如果可以讓私人運輸的管理 更上軌道 道路運輸 不管是用共享運輸 或是道路運輸 應該是大家期待可以去推進目標 譬如說內湖老師在塞車 你可不可以說車子放在題外 然後有一個點 然後用接駁 或是說我就補貼你錢 讓你去坐公車 大規模農作餵飽了人類 但大量噴灑農藥 卻也令人聞之色變 像是利用赤眼蜂 對抗甘蔗蟲 澳洲甲蟲 消滅加州甘菊園的藉殼蟲 周五晚間十點 公示主題之夜 蟲蟲刺客任務 對抗甘蔗蟲 對抗甘蔗 對抗甘蔗 倒不是說以他的身分 弱勢等等為前提 前提是他想學提琴 可是環境有困難 有些人他可能之前學提琴 現在已經不學了 可以把它捐出來 那成為這些需要的孩子 生命中的一把氣 在地發生的新聞 都在Pepo公民新聞平台 奇蹟男孩 融獲教育部中小學 新生閱讀選書 述說一個平凡 天生缺陷的男孩 如何接納自己 克服萬難 勇敢長大的不凡故事 他的出現 如何奇蹟似的 改變了所有人的一生 捐壞一千元 或者奇蹟男孩書一本 詳情可掃描QR Code 公視網站 或播02-2633-2000-9 溫度會上升到攝氏50度的世界 動物們擁有最厲害的生存策略 這裡是沙漠 劍林的四面楚歌 獅子和長頸鹿的殊死一戰 大家為了水源 居然齊聚一堂 3月17日 週六晚上8點 生態全紀錄 地球脈動2 沙漠單元 就在公共電視 在公共電視 共電視 成為 離任教授 地方 有些東西 在公共電視 你 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